哈喽,大家好,我是逸三老师 我想你应该有听说过 我们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 会影响到我们未来的家庭的关系 还有金钱的能量 没有错 如果你想要来让自己拥有更好的财运 如果你想要来让自己跟伴女之间的感情 可以变得更好的话 我们要修的一门功课 就是我们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宇宙之中 有所谓的洋能量 还有所谓的因能量 那在这个宇宙之中 洋能量跟因能量它是平衡的 那各位,在我们的人体之中 也有所谓的洋能量跟因能量 因能量它所主导的就是我们的休息 所主导的就是我们的思维 洋能量所主导的就是我们的行动 洋能量所主导的就是我们的外在的一切 所以我们的身体的洋能量跟因能量 如果都不平衡的话 那它就会影响到了我们的外在的状态 那我们外在的状态 就会影响到了我们生命中的表现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的财运总是不好 为什么我的感情的状态 一直都没有遇到一个好的伴侣 为什么我的生命之中 总是会有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发生 那或许这些问题的解法 我们可以从我们生命之中 最原始的阴阳能量的人头 来去做处理 我们的爸爸 他给了我们生命之中 最原始的阳能量的人头 我们的妈妈给了我们生命之中 最原始的阴阳能量的人头 所以如果你愿意来把 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 来去处理好的话 我想我们生命的能量 它也会就此来去做改变 你可以来思考一下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的 跟爸爸妈妈来说说话了 你有多久的时间 没有来回去陪爸爸妈妈 好好的吃一顿饭 你有多久没有打电话 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我想很多成年人 跟我们一样长大了 结婚了 那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了 那我们跟我们的能量的源头 就已经开始慢慢的 没有那么密集的 再来去做接触了 所以给自己一个时间 回去的时间 好好的陪伴了我们的父母亲 那当然如果你跟我一样 父母亲已经不在了 怎么办 各位在这世界上面 有一个很有趣的 叫做中止法则 中止法则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要得到什么 我就要付出什么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是 我们可以来把孝顺父母亲 这个孝道的观念 一样的来去传递出去 我们可以来让我们周遭的 每一个朋友 每一个家人 一样的感觉孝顺父母亲 那当我们传递了这个善良 传递了这份爱 传递了这份喜悦之后 他们的生活 不只会变得更加美好 那五行之中 我们的生活 也会变得更加美好 所以今天开始 跟我们一起来传递善良 跟我们一起来传递孝顺 那我们一起好好的来把这个孝顺之道 来去分享出去啰